大家好,我是小佐,今天是10月22号,星期一,我们先看重磅的消息 拜登提名鲍威尔连任美联储主席提拔毕任副主席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面临数十年来最高的通胀和新冠疫情挥之不去的影响之际 决定保持央行政策的一致性,选择鲍威尔继续出任美联储主席 同时提拔李氏·莱尔·布雷纳德为副主席 白宫周一宣布的这一决定是对鲍威尔协助拯救美国经济于疫情之中的褒奖 也是为以他保护经济复苏,免受消费物价飙升冲击的重任 身为共和党人的鲍威尔有望在参议院顺利获得确认 当初他的首个四年任期以84票对13票的表决结果获得了支持 后来他也努力争取议员们的支持 那另外一位B将取代RC担任副主席 但确认可能会面临参议院中共和党人的反对 拜登曾就美联储主席一直和他进行面谈 他也被视为负责监管的副主席职务的有力竞争者 该职务目前尚待填补 白宫表示,拜登计划从12月初开始宣布上述职位及理事会其他空缺的提名 好,关于鲍威尔连,最重要的一个决策的依据就是保持央行政策的一致性 那么我们在上周提到这个事的时候,我个人的倾向也是这样的 毕竟现在很多经济状况,包括疫情的状况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到正轨 甚至还处在比较糟糕的状态 所以不能在决策层面发生巨变 另外,Zoom三季度财报超预期,警告疫情过后营收市将放缓 视频会议软件开发商Zoom周一排后发布了好于预期的季度财报 但警告投资者,随着新冠疫情即将结束,该公司的营收将放缓 财报显示Zoom2022年财年第三季度调整后 每股收益是1.11美元,市场预期只有1.09美元 多了一点点 营收10.5亿美元,同比增长35% 好于上一个季度的54% 市场预期是10.2亿美元 净利润跃升71% 达到了3.403亿美元 展望第四财季 Zoom预计调整后 每股收益为1.06到1.07亿美元 营收为10.51亿到10.53亿美元 这意味着19%的增幅 市场预期为每股收益1.05美元 营收10.2亿美元 Zoom的股价去年大幅上涨 在1月份结束的季度中 营收增幅超过300% 现在Zoom报告至少自2018年以来的最慢增长 Zoom表示当季已经取消以147亿美元收购 云联络中心软件提供商Five9的计划 Zoom在宣布这一消息时表示 其自有的云联络中心软件将于2022年初推出 财报发布出后 它的股价又下跌了 该公司股价今年已经下跌了28% 而标普败指数同期上涨了25% 关于居家办公相关的概念的 Zoom首当其冲受到疫情的影响 如果核心逻辑是疫情即将结束的话 它的营收增长将放缓的话 或者是趋于稳定的话 它在概念层面就变得不是那么好吵 热度将会降低 一会我们在技术上再次根基一下 它的走势 看一看能否抄底 好 那么今天大盘呢 是经过了冲高回落 再小幅谈起 然后再回落的一个走法 可以看到标普和纳萨克都没有能延续 前几日的上拉的走势 我们看指数的表现 标普今天下跌了0.32% 看到这个样子 今天本以为它能继续冲冲高 没想到在突破了历史高点之后 你看左边这突破了一下 迅速的向下砸 表明多头 已经开始减仓 开始进一步减仓了 那么今天有所跌破上涨的小趋势线 大家有没有适当减仓的 或者进一步离场的 接下来就要看在20均线附近的止跌的情况 如果不能止跌的话 如果能止跌的话 它将继续震荡一下 然后再次给出一个三重顶 或者是一个大型的洗盘 如果不能在20均线止跌的话 那么这波就是一个双重顶 就是一个双重顶 双重顶也是这波多头波段给出的一个回撤 至于能否看大空头呢 由于市场还没有完全在本质上 或者说在性质上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所以暂时还不能看空头行情 或者说熊市行情 而只是当做一波多头回撤 一波多头行情的一个回撤去看 那多头呢 下一个交易日要逢高适当少 或者说适当减仓 或者是离场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你怕错过的话 你可以在上访挂突破的 等待它再次回拉是吧 或者是对吧 那么今天这根音响过于的阴 同时呢 今天啊 关于鲍威尔提名这件事呢 也非常的重要啊 市场也给出了啊 相互震荡的一个反应 所以啊 这个利好和利坏啊 利空啊 都不一定啊 涨或者低啊 所以我们只关系消息面啊 带来的波动啊 并不代表 并不啊 去关系啊 消息面究竟会带来上涨还是下跌 那么事后看到上涨或者下跌 那没有意义啊 你已经事后了 我们只能说 按照原来的技术分析的分析方式呢 啊 今天啊 破位了 破位呢 是减仓位 那杂克指数今天大跌1.26%啊 他也是冲高之后啊 不断的震荡下落 这么强的一根音线呢 想必接下来呢 还是要给洗盘的行情 那么今天啊 或者明天 也就是下一个交易日呢 应该做减仓的处理啊 应该做减仓的处理 啊 还记得我们啊 在左侧这个dotal brand的时候 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啊 这个在位高位震荡起盘呢 没想到现在呢 确实也是这样应验 好不容易啊 想啊 在下边做一个空啊 没能啊 突破成交啊 所以啊 没能做到 是吧 那么这次能做空吗 我尽量还是不做空了啊 好 这个图啊 音响已经下来了 等到的这个音响 说为什么是今天啊 今天不是宣布了消息面吗 什么消息面 美联储主席啊 提名啊 好 道行斯指出 今天反倒小小的反弹了0.05% 但是呢 可以看到啊 他现在还被20均线强势的压制 MCD也是强势的死场 因此不能看多 我们近期呢 啊 也是划出了啊 这个下跌的辅助线啊 我们今天啊 在在指数层面啊 再加一个 在期货方面 实际上我们已经啊 加过了啊 这个新的下跌线啊 但更稳妥的这个下跌线呢 应该是啊 咱们在上方画的这个啊 这个蓝线下跌线啊 因为他更平缓一些 代表了大势 而这个越来越急凑啊 我得事后去看啊 是不是真的跌下来 对吧 那多头呢啊 理论上应该等待新的入场点位 在高位啊 破位之后呢 就应该离场了 那纳萨克啊 也是要做减仓或者离场 标普也是 万一待高位震荡呢 震荡行情不好赚钱的啊 所以尽量不要做 对吧 嗯 洗盘行情也不容易赚钱的 得等洗盘基本结束之后啊 再慢慢布局 罗素 今天要下跌0.43% 下跌这回事还没有结束啊 所以不要急 好 今天大盘的整体表现呢 应该是受到啊 消息面的影响啊 那么整体表现呢 也是非常的分化 嗯 非常的分化 但整体上是上一波上多头不断的一个啊 洗盘 或者是回撤啊 行情 好 我们啊 继续看 那么今天领涨的 今天的下跌的股票数量是7500只啊 上涨只有4400只啊 可见啊 市场还是比较空的 今天啊 领涨的行业板块有链胶煤 抗议概念啊 汽车 卡车经销商啊 钢铁 度假村和赌博 锂电池 嗯 这里比较感兴趣的呢 我们先看一看 BNTX和NVAX吧 哎 这个图还是上去了啊 上次在这里啊 然后啊 在这 那么现在兜头啊 应该等待一个明显的回撤 那如果你想要进场的话 那你的止损呢 应该放在300一带啊 如果低迫300的话 应该做立场 但理论上呢 他应该往上再抽一抽啊 或者是在这里横盘了 BNTX啊 这个这个图呢 我们啊 一直在跟进啊 但是一直在等待他向上突破 是吧 这个东西 疫苗 疫苗类的啊 也是一些网友问啊 我才去那什么 我觉得疫苗类的不好交易啊 不容易 不容易 为什么 因为他消息面比较多啊 不好把握 好 我们看看NVAX NVAX 基金我们也是看涨的 大家还记得吧 我们啊 在这突破回踩 在这里止跌之后啊 进场 那前两天啊 像上周的时候 晚间时候还有人问啊 这怎么看 应该继续看涨 上让他向上摸一摸啊 摸到250 对吧 大家还记得这个梗吧 250 好 240-250之间 那个时候再看 有没有阴线出现啊 好 这个是两个 呃 一秒股 那么其他的行业呢 锂电池 我们看一看这个智力矿位啊 好 这个图呢啊 还是偏多的 我们之前跟进过一次 对吧 嗯 现在呢 应该啊 画一个更为紧凑的上涨趋势 线啊 上涨趋势线 后续呢 跌破的话会离场 跌破的话会离场 或者是你现在看到大印象了 你怕的话可以适量慢慢的减仓 那么啊 这是这样 呃 有网友啊 一直在 呃 问那个 勾勾勾勾勾勾艺勾啊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把左侧关掉 这个图呢 目前啊 还是延续了这个多头的走势 暂时呢 还不能看空啊 不能看空 那么在啊 十二一代的时候你捡过仓的话可以慢慢的再买一买 那么现在呢 有一点点在这里洗盘的动作 有一点点在这里洗盘的一个啊 可能性啊 进一步洗盘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在整体上目前这右侧这个底还是走出来了 这就是有的骨能走出来 有的骨还在底部震荡 好 我们啊 看一下今天的领长 这个成交额最大的 主要是特斯拉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呢 还在高位震荡啊 那现在呢 又有点音偏音的感觉 排红的微跌 那明天看一看能不能跌破我们新化的一个多头趋势线 还不能跌破的话 继续看涨 跌破的话 说明啊 还还要进一步起盘 还要进一步起盘 好 有没有没有 此轮没有加仓的也不要挤啊 目前mcd还是个死差 估计呢 在这个地方还会给出回落啊 还会给出回落 不要太挤啊 这个是特斯拉 我们看一看英伟达 英伟达怎么样了 英伟达出现一个空头的强势的阴线 理论上应该做减仓的处理啊 他呢 近期啊 或者是离产的处理 他近期呢 也是长得非常的陡峭啊 非常陡峭 那你的离场位呢 应该在大概早就应该离场啊 啊 不对 就今天啊 或者是啊 接下来一两个交易就开始慢慢的减仓了 那么跌破 比如说310的时候 就要进一步大幅的减仓 为什么呢 因为要等要等待新队里的止跌 说有人怕错过怎么办呢 你可以在上面再挂突破单加仓啊 对不对 这就错过不了了 或者是你看啊 一直回落 你就突破单就一直往下调 什么时候突破上去 但是也不能啊 也要等待一根阳线啊 再回撤的过程说是不能挂突破的 得等到出现阳线的时候 再挂阳线上面的突破 那如果是啊 上涨行情中的啊 你应该在这个高点附近啊 挂突破 对吧 等待他再次突破历史高点 把原来的仓位再买回去 是吧 嗯 总是呢 近期的涨幅巨大 这已经涨了190到350 大概是 160 190 那670%的一个涨幅了啊 相对于这这个位置 百分之六七十的涨幅 好吧 啊 理论上应该要做一些 至少要做开始减仓了 说菜在涨怎么办 刚才说过了啊 啊 可以适当的小仓位在上面挂突破的 以免错过啊 好 苹果呢 啊 苹果最近造车的新闻还是比较多的 那近期啊 今天又给出阴线 后续看看能不能在这个啊 支撑区对这个位置啊 现在是支撑区了啊 看在支撑区附近会不会震一阵啊 会不会震一阵 这也就是我所说的那达克呢 可能在高位啊 给出一些横盘的震荡起盘 是吧 毕竟苹果呢 可能要走这样的技术位 那么那达克呢 也可能啊 这个高位震一震 而不是给出深度打地啊 当然我喜欢深度的下跌啊 这样的抄底会抄得更健康 嗯 我们啊 看一看这个网友问的一些股票 我们先说一下航空股 最近我们对航空股是什么看法来着啊 嗯 它呢 是不能跌破左侧这个低点的啊 大概是在18块一带 那么近期呢 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啊 横盘 大家看这个横盘是不是一个呃 像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横盘震荡 对吧 呃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对于那个tsm啊 也就是台积电 应该有这样的印象啊 就是涨到一份上啊 它一直在这横盘 那当时我们的处理策略啊 才是比较关键的 就是跌破底部呢 要做减仓 比如说跌破18 你要做离产的处理 现在呢 是可以尝试做多的 对吧 它究竟能不能走趋势呢 先看一看 好吗 现在呢 有点进入到震荡行情的感觉 但是呢 减仓位应该创在18 这个跟台积电的做法是类似的啊 是这个算是朝底吗 其实 其实这个有点算 算是做震荡行情中的 你看这已经是弱势多头了 甚至接近于横盘震荡了 是吧 应该做震荡思路 应该以震荡思路先去看 看看能不能突破 能不能突破上面这个阻力区 是吧 这个就是AL 有网友问ASML 他应该怎么办 今天有点破位啊 明天应该谈起来的时候 适当的减仓 目前呢 有点偏空 有点偏空 MSD呢 有形成死叉的一个迹象 说为什么洗盘这么厉害呢 不用管啊 反正就是 落下来之后呢 等待阳下啊 最好深一点 往下再落一落 然后呢 再重新进啊 或者是慢慢的买 说这里已经讲过仓了 没关系 可以慢慢的再等待 再买 或者是你怕错过 在上方 850一带怪一个多头的突破的 也OK啊 你不会错过的 对吧 好 这个是ASML 半导体行业 有网友问啊 邮轮行业怎么看 邮轮国我们最近说了啊 他最近走的啊 有点像这儿 有点像这儿 对吧 我们说了 跌破这儿的时候啊 可以是那样检测啊 我们的也是 他在左侧有一个底点 是19块1毛9 跌破19块1毛9 应该彻底的离场 先啊 先彻底离场 等待啊 新的一轮的止跌 那么最好是回来到 20日均线之上的时候 再做多头 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甭管为什么 反正最后破位 没有理由 同时呢 我们应该注意到啊 他和迪士尼的一个相似性啊 如果他也模仿迪士尼的话 就会不断的下跌 因此呢 我们的近期呢 要加一个啊 多加几个下跌的一个趋势线啊 跟进一下 好吧 刚才那两个看出了啊 这两个这是趋势 这个是近期的跌跌势 好 我们啊 先把迪士尼看了啊 对比分析一下 刚才迪士尼就是啊 一直在这里振振振 就是上不去啊 所以对于航空 邮轮股和迪士尼啊 他们可能会有类似的走法 大家有提防 这里的一个向上的假 假假的向上拉张 实际上是为了出货啊 那么迪士尼可以抄底了吗 这是网友啊 最关心的一个话题 那么他近期的业务表现啊 怎么样呢 应该是不是太好 大家可以到啊 利哥涨涨涨这个频道啊 利是利润的利利益的利 利哥涨涨涨 是一个朋友做的 那么他里面啊 对于迪士尼进行了啊 业务或者基本面上的梳理 那目前呢 在技术面上呢 目前还没有完全直接 说这不是出现一根小阳线了吗 这够吗 不够啊 不够 他这对 这如果从局部来看 这是一个下跌趋势了啊 这下跌趋势 靠一根小K线就能逆转吗 很显然有可能啊 但是我们应该再等一等 对吧 再等一等 说这个ABC浪这C浪到哪呢 等一等啊 即便是啊 真的在这就反转上去了 后续还得再回落一次 给一个回测是吧 回踩谁呢 回踩二十日均线 或者是这个下跌趋势线 所以多头呢 不应该着急啊 不应该着急 但万一跌得很深呢 是有可能的啊 都是有可能的 好 迪士尼不急于抄底 当然啊 如果你已经慢慢的满了 那也OK的啊 仓位极星啊 也是OK的 好 这是迪士尼 呃 还有谁 有网友问 DKNG跟进一下 DKNG看像谁啊 像不像迪士尼 近期的做法 往下跌是吧 有人说 这也出现一根小按键了 能不能抄底 唉 好吧 还用解释吗 呃 我们再画一个近期的下跌 小趋势的下啊 辅助一下 突破上去还得再回落呢 因为还被二十日均线所压制呢 所以不要急啊 这个图我们之前对它的定性 是什么来着 无需震荡啊 这个图趋势性太差了 无需震荡 好 说万一到这就直接了呢 啊 如果你想要抄底的话 你至少它能突破上去 你再看一看 对吧 那么止损可以放在这个近期的低点 比如说 他真的在下一个黑线就上上拉了哈 比如你止损可以放在35块8 对吧 去尝试做多 他现在啊 还得再看一下吧 等一下吧 即便上去的话 上方阻力太多了啊 什么阻力横向阻力下跌趋势的阻力 上涨趋势的阻力 这想要走强劲的多头呢 也应该啊 比较难 好 还有有位啊 这个ISRG 这只股票怎么看啊 跌破了 怎么办 减仓或者离场 对吧 看长期趋势有点破位啊 今天 这长期趋势是从最底端开始凉的 说啊你再改一改让他活了 哎 也是有可能有可能改他变活了的 所以这个长期趋势肯定被破了 那如果变活的话也就是连一连这儿吗 但是还是有点破位啊 还是有点破位 对吧 有点破位了啊 一定有点破位了 看接下来一根K线能不能回拉吧 不能回拉的话 应该在341代就离场 那万一错过怎么办啊 在350一代再挂突破的啊 向上做多 对吧 他不上去的话就不行 就说明是偏空 目前mcd呢也是比较空头啊 比较偏空 这是isrg不能抄底 好 我们看另外的 那么今天的啊 lcid和这个呃 叫什么特斯拉类似啊 都是在高位震荡了 那如果你担心的话 应该适当减仓 应该适当减仓啊 说翻译怕错过怎么办啊 应该不会错吧 在57一代挂个突破 也是可以的 近期都应该在洗盘啊 都应都有洗盘的需要 你可以看到啊 下边这个趋势线啊 这个趋势线 还很远呢 他没跌到这呢 啊 这上涨这个趋势线呢 我们可以微调一下 有人说啊 我没减仓怎么办啊 应该啊 或者是你二 你以二十均线为借 跌破二十均线你就减仓啊 然后等慢慢的再买回是吧 等待新的一轮的涨 好啊 对网友还让问一下这个 啊 理想机车 理想机车呢 近期有点突破 然后拉伸的意思啊 那多头是可以尝试进场的 但是呢 新加仓的减仓位啊 是在二十九 或者二十 就是二十九吧 或者三十都行吧 最好是放二十九一点 如果跌破二十九的话 新加的仓位应该作为减作为减仓处理 对吧 说明这波还没站稳 是吧 但我觉得应该要上拉吧 应该要上拉 我倾向于上拉一点点啊 因为他没怎么涨的 没像那个特斯拉那样涨的 好吧 理想机车 另外两辆车 未来汽车今天暴涨了吧 近期啊 减过仓的 然后再慢慢的买回是对的 他有没有可能在这里 这一段还是有可能的 我们呢 今天呢 要把这趋势下再做微调 说为什么这么调啊 就是为确定啊 这个可能的新的趋势 你看这个有的趋势回撤比较浅 有的回撤比较深啊 所以啊 这样去确定一个啊 减仓位 这他的新的减仓位应该放在三十九啊 三十九 如果再提过三十九 应该做再减仓啊 把加仓的位置做减仓 说现在慢慢买可以吗 我觉得是可以的啊 但是新加的仓位的减仓位 是在三十九或者三十八都行啊 上次是在四十减过仓啊 慢慢的买回 没想到就拉上去了 所以啊 不能完全卖掉 我们的策略是不能完全卖啊 好 有网友问一下这个 Raven啊 Raven啊 不是朝那么火吗 怎么又跌来了 是的呀 当时我们就说啊 在跌个百分之七八十的时候 你也能啊 用这个分批建仓的方式啊 摊薄成本 那如果按市值的话 目前市值是一千亿左右 啊 按这个图呢 对我们一开始对新股的看法是什么来着 技术分析是次要的 估值是首要的 对吧 然后呢 短期的趋势呢 还是要确认一下 画一个趋势线 是吧 跌破的话 应该减仓或者离场 如果你啊 按照长期估值的角度来做的话 你应该分批啊 进场 一点一点的去摊补啊 拉长 比如说几个月去买建仓 对吧 不会注重短期的巨幅波动 是不是 这是两种不同的做法 一个是短期的一个小趋势啊 做了就结束了 一个是啊 按照长期的一个啊 摊薄成本的方式去建仓 现在应该怎么办 现在 现在是无需震荡了 变成 说你的意思是啊 能不能止跌是吧 我们看一看 比如说30分钟图 都是有可能的 30分钟 你可以在这里画个下跌趋势线啊 但如果你想进场的话 在上面120一带挂突破的 只存放在106啊 这样去做 对吧 可不可以 可以的啊 啊 最好是啊 你 我们一开始提的 就是按照估值的思路 就是说分批 一点一点的 不具短期的波动 你跌个百分之 八九十又怎么样啊 我下边再买一买 不就没什么感觉了吗 对不对 好 这个图 有网友看这个snapp 还有还有两只股票 snapp啊 这超级之后跌破离场 对不对 不能嘴边超级啊 近期 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应该等待多头 这个下跌趋势还比较强啊 比较强 离场了没 没离场也得离啊 这万一的上去 别着急啊 上去很难的啊 上去还得震 好 另外一只zoom也是类似的走法 把盘后又暴跌了啊 这个就麻烦了 离场了没 我们当时说的极限止损 放在哪来着 放在这 就是这一两根黑线之下 我们当时说啊 这个你要真进场的话 就放在这一个黑线之下 我们当时是在这 对吧 说的啊 下一日 如果你想进的话 就放一点小止损 现在有点跌破 跌破的时候 就应该打了止损 应该离场了啊 所以在左侧抄底的风险很高吧 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啥 右侧抄底 带上止损 左侧抄底要极小的止损 是吧 有这个思路就好 最后呢 欢迎大家去我的社区 去找到立哥掌掌掌的最新节目啊 去观看 立哥掌掌掌 里边有好多啊 比较比较好的一些节目 大家也去啊 找到自己需要的去看 好吧 立哥掌掌掌 在社区这个地位置 好 我们啊 今天就这样了 拜拜